记者葛又豪高中报道,高雄市交通局今天公布孟时代跨年派对的交通书运作时包括高捷、轻轨加密班次及延后收班、捷运沿线多线接驳公车延长营运时间并协调台铁渔散场时加开北上台南三班次列车。 此外,时代大道周边将从12月31日上午8点至原半清晨二点进行交通管制,范围是成功二路,寒以东、临森四路以南、中山三路以西、新凯旋四路以北将进行三阶段交管管制区内禁止车辆通行及停放,周边将加强拖掉,取缔违规停车。 交通局表示,跨年夜当天,捷运将加密班次到三分钟一班,并延长营运时间至原半凌晨二点,轻轨则延长营运时间至原半凌晨一点半。 但跨年夜当天,轻轨梦时代战不停,请民众改至轻轨凯旋中华站上,下车。 市区公车方面,包括12、69、红2、红3、红9、三独干线、70、环状干线、168、中华干线、205等路线都配合延后收班。 31日晚间11点半至原半凌晨一点的班距为30分钟,凌晨一点至二点的班距为60分钟。 交通局强调,由于孟时代现场的停车位有限,且孟时代室内停车场将管制至原半凌晨二点才开放车辆离场,呼吁骑机车驾驶人可将车子停靠在捷运南钢山站都会公园站熬栽底等七大转程停车。 厂在长大捷运前往。